大家好,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电炖猪 这款天气型号为DGD22-217的电炖猪 是美国最上销的电炖猪 今天我们将用它的家常功能来制作 胡萝卜玉米排骨汤 这道汤清香可口,营养丰富 而且制作简单,是一款常见的家常骨汤 俗话说饭前先喝汤,剩过两要方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制作胡萝卜玉米排骨汤吧 第一步,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 排骨1000克,玉米2根,胡萝卜1根 盐5克,生姜1块加清水过干 加玉米和胡萝卜切块,生姜切片 与肉10克,生姜切片 咪高,生姜切片 薄粼10克,生姜切片 骨汁一块,生姜切片 母带坑,生姜切片 取得更多 十三块 然后我们把切成蛋的排骨倒入开水中 用开水焯烫两三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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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步打开电腿中的盖子和内胆盖 将准备好的排骨 玉米 胡萝卜 以及姜片 倒入内胆盖 然后加上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内胆的盖子 塞在外围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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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步连续按功能选择键 选择家常菜单 这样天气电炖中就开始制作胡萝卜玉米排骨汤了 好了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制作 天气电炖中发出第一的响声 说明胡萝卜玉米排骨汤已经做好了 切顿电源 然后打开锅盖 打开内胆盖 已经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香味了 然后我们加入五克的盐 搅拌均匀 这款汤色泽鲜明 味道清香可口 具有健脾养味的功效 是人人都可以制作的家常补汤 好了胡萝卜玉米排骨汤的制作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华人生活馆提供的这款DGD2-221G的天气电炖中 谢谢大家 再见